节目一开始先来关心美国职棒大联盟 响尾蛇跟红人的比赛 Cobin Carroll在8局有事实 一击也帮助响尾蛇 5比4赢球更赏给红人 8连败 至于酿酒人跟红缺的比赛 这一战酒鬼军团打现的火力超级凶猛 圈上狂敲11只安打 包含38全内打 中场也就以7比1大胜过关 美国职棒大联盟 亚历三大响尾蛇体管境况奇差无比 赛前处在7连败的星星那体红人 而前来踢馆的蛇军 开赛当然趁年并要拟命 一局上半第三棒的Jack Patterson就来之大的 就算有点受到挤压 但依旧靠着怪力扛出本赛季第四轰的养唇炮 帮助蛇军先迟的点 并且靠着磁山先发的Secarni 前四局只被对手瞧一只安打的好表现 一路领先 但是在5局下半 奇心大提阵营的三连手Candellario 成功把握突破机会 锁定这支外角诉求 狠狠捞出中阻外野全力打墙 本赛季第四轰成功到手 帮助渴望直败的红人将战局 追成1比1的平手 也让星星那提阵营气势开始上升 就算蛇军6-7两局都有所回应 包含这一战有双安近仗的Christian Walker 带有一分打点的安打在内 总计他们两个半局扫出四只安打 并且选到一次保送 重新取得4比1的三分领先 但星星那提七局下半马上还手 一二雷有人两出局 怪物新人Eli Della Cruz 一棒扫出中间防线 送回了三连手的Candellario 而且Della Cruz的表演还没结束 所有靠着脚神轻松跑出 奥施全大联盟的第二三次盗壘 而且重点是 接着上场的 Spencer Thier 也没有辜负他的努力 舞上中间方向品费安打 不如直三连上的Fredo回到本类 Della Cruz也是腾云驾悟头部扑累 成功回来帮助红人板凭战局 气势也瞬间压了过去 总之7连败看似非常有望 嗯啊 结果蛇军8局上半马上就来大浇冷水 小卡Cobin Carroll把握红人奉送的两次保送 敲出中间方向品费安打 送回关键的超前分 虽然卡仔这一战只有这只安打进仗 但打得拓不如打得瞧 而且进五场比赛四场都有瞧安 稍稍摆脱了上个月打击率 只有一成八的低潮 这场牛棚八球两局成功守成 让小韦蛇中场5比4险胜 赏给红人8连败 和同样神线连败低潮的 还有愤怒鸟红雀 今天做客踢馆面的瓦基酿酒人 想要直败的愤怒鸟 推翻出入选三届明星赛的强头Sonic Gray 结果一局下半就有状况 一出局的情况下 Adama扫出内野滚地 是个双杀的机会 十届金手套得主 纳豆跟浓人Arenado潇洒促杀 快船一壘干净利落 没想到经过重播审视 纳豆啊纳豆 居然没有碰到往三列跑的Contreras 让酒鬼军团这个半局的攻势 实力逃生 而棒球就是这么悬 就因为这次的手被瑕疵 后续Sonic Gray投出爆头奉送分数 接着Rais Hoskins也来担任天罚的筷子手 航出中外野方向两分炮 一棒帮助本该爆弹而归的亮九人 取得三比零领先 红雀阵营气势受到重挫 二局下半又找到Jick Bowers 羊春炮狙击 就算三局上奋怒鸟追了一分回来 但酒鬼打线的进攻开关 已经完全打开 四局下坠Otis开轰助威 五局下半又有气单王的三雷安打补刀 这一战Jellich火力凶猛 在桑玉龟队的第二场比赛 交出四支三猛杆上 让桑林贵投了五局 就狂掉六分爱然退场 反观酒鬼阵营的投手群 虽然先发的Meyers 没能投满五局 但牛棚各司其职 后续比赛都没有让愤怒鸟有机可乘 让亮九人中场七比一获胜 送给红雀五连败 YT台中的报道 继续关心太空人跟杨基的比赛 法官大人Aaron Judge有开红演出 但是太空人火力更加均衡 中场是以4比3击推杨基 避免系列赛遭到横扫 至于水手跟双城的比赛 双城靠着先发强投Pablo Lopez 6.1局10K的好投压制 加上打线大爆发 中场是11比1击溃水手 近五个系列赛 通通拿下胜利 美国职棒大联盟纽约洋机主场迎战 休斯顿太空人三连战的最后一场比赛 前两战输球的休斯顿在首局率先发难 两出局之后轮到尤登 Alberus 两好三坏满球数时看到一颗低角度的卡特球进来 而话不说一棒轰飞右外野的权力打墙 用赛季地扒轰帮助太空人掀起得点 而刚刚被打权力打的Marcus Truman 投出四怀球保送 面对张Singleton又来一颗偏红中的深卡球 但老熊毫不客气 大棒一会就知道这一球留不住啦 小白球直接飞越右外野权力打墙 十一发两分打点的权力打 太空人单局靠着两空取得三百点理线 落后的纽约大军三局下半Oswado Cabrera 打出那野安达成功战上雷包 超级猩猩Anthony Volpe不敢示弱 把一颗偏高的诉求 骚出右外野大墙 赏给本季投过吴安达比赛的Reno Bancos 一发两分炮 让桥文君追到二比三一分落后 不过太空人五只上半又做出回应 Strowman在一出局二雷友人时 被Jeremy Pennian 撬出二游之间的船员安打 这事实一级帮助球队在下议程 索性Strowman即时回稳 让Singleton撬出一个 投手球上方的飞球被截杀 提前七炮的 Pennian不及回类 洋机完成双杀结束这个半局 两队维持四比二分差进入第八局 洋机队长法官Aaron Judge开庭啦 对Rian Plyssie航水一发急球出速 一百一十五点七英里 飞行距离四百七十三英尺的暴力洋春炮 本季第九轰出路也帮助洋机追到只剩下一分差距 无奈结局下洋机最后的反攻 Glabor Torres先桥岸上类 就让Berry带打敲出滚地球 推进Torris上得点圈 然而接下来Jose Trevino与Anthony Vobe 都遭到Josh Hader解决 中场太空人四比三击退洋机 洋机也吞下本机对太空人的第一场败仗 终止近期五连胜 继续看到西雅图水手跟迷尼苏达双重的比赛 水手这场推派墙头 Logan Gilbert挂帅主头 不过迷尼苏达大军手指就有所突破 首棒打折Edward Julian 爆送上类之后成功倒上二壘 中心棒次三到五棒 接击出安打前十得点 打击轮到第七棒的Manuel Margot 在满壘的情况之下 打出作业边线的穿越安打一棒清雷 这场比赛他包含就三分打点之外 一个人就贡献了五分打点 随后Carlo Santana也敲出安打送回Margot 在首局就靠着五只安打 一次保送攻下五分大局 虽然徐手在二局下半 靠着卢卡乃利在得点圈上 敲出右外野平飞安打追回一分 但金矿胡堂的双城不给一点机会 下一个半局Ryan Jeffress一棒扫出中野大墙外 新城气球央角近十九度的平射炮 再拿下一分 前场比赛八局五十分的Gilbert 这场直投四局就狂掉八分 相比之下双城投手Paulo Lopets 主投六点一只被击出四只安打取掉一分 且狂飙多达十次三阵 在他优质先发几打先反回之下 中场双城十一比一击退水手 连续五个卸赛都取得胜利 攻守俱加的表现也让明尼速打大军 在过去十七场比赛就赢下了十五场 其中打线尤为关键 平均得分有六点六分 平均安打则有十点一只 战绩也随之成长 双城五月前在美联中序排名倒数 如今一爬到第二 与龙头克里夫兰守护者只差一点五场胜差 外区台总和报道 在连接上测卡ə扯产 总和督承 穴莱茜汲 下加了一场 内的一场 小赛 小赛 中间 下 小赛 诺 小赛 this is baseball we got a little football tip drill there oh just fantastic